大家好 我是余美人 今天要談的是王宥貞 這個人已經車禍過世了 但是他一生情史八卦不斷 最主要是他的藍綠遊走 政商關係綿密 所以有非常多的傳奇故事 我們今天一起來討論 首先邀請到第一位特別來賓是 靖平 你跟麗霸有關係 我以前採訪過 我還是東森固網骨條的受害者 以前他都跑立法院 你為什麼要講往事 誰沒有骨條 還好我只有三張 所以可以講一下 可以講那一段 對 政商關係 那燕麗呢 我當然不是受害者 因為我冰雪聰明 我一張都沒買 可是我好多同事都有買 現在要這樣自我介紹嗎 各位您好 我也是集美貌與才華 以下半身的奇女子 OK 你要講的是政商關係 對 政商關係 還有他的一些風流情史之類的 他過世的時候幾歲 九十幾八 八十九 八十九 那Paul 他八十九歲跟你有什麼關係 他那個前半身的 大概六十幾歲到七十幾歲的時候 那一段在風花學樂的時候 我可能有參與到這樣子 所以可以再聊一聊這些 所謂的那些富商們 在這些追求這些愛情的過程中 你想要看 小心喔 真正有認識他的在這裡 對 來 我們看這邊的 羅妹妹 我是真的認識他 而且認識他們家裡的人 所以對他們家裡 稍微有一點了解 對 他都客氣講稍微有了解 對不對 接下來這位就更客氣了 我們的佩佩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也認識 我其實認識他們兩夫婦之外 資深媒體人 我真的小時候就去過他的千二十五 對 等一下 你知道那個舞廳 小孩子嘛 跟著大人去 然後聽說他那個舞廳 是彈簧的那個舞池 你知道小鬼一堆去幹嘛 就去去跳 你跳下去的時候 是真的會這樣往下沉 然後再起來 對 因為他那個舞池下面 鋪的是舊輪胎 所以那舊輪胎 今天肯定要很精采的 OK 絕對不能轉台 先看一下我們為你準備的VCR 踩著舞步 王佑增舞藝一流 曾經開過舞廳的他 當年也是在這 認識鑄唱的金金 也就是四房王金士英 百貨業 學徒出身 從紡織業橫跨金融傳播 成為紅頂商人 富豪生活奢華揮霍 王佑增娶了四個妻子 有八個子女 情勢相當風流 還被檢調查出 有個五十六億金庫 專門花在女人身上 當認識的這個小女生 那她可能就送一些名牌 幫她在立坝的頂樓招待所去 服飾這些達官險要的 那可能就再加送個名表 那如果說到了 連這個房子的頭期館 跟生活費都給了 那表示說已經是入目之兵了 王佑增生前 成天混在女人堆 最喜歡跟女明星互動 包括蔡嘉鴻 蕭淑慎 曲美鳳 最受矚目 傳出王佑增送給蔡嘉鴻 七十坪頂樓豪宅包養 想納她為舞房 有某人對我施加壓力 讓我蓋了這個章 曾經坦承王佑增確實有追求 但房子是自己買的 雙方鬧得不歡而散 而乾女兒曲美鳳 以及被拍到出入王佑增 招待所的蕭淑慎 都被外界認為關係密切 在麗霸飯店頂樓 王佑增有個專屬總統套房 1601 包括李登輝 陳水扁 在總統任期內 都曾到總統套房 跟王佑增吃份 讓1601的房間 成為名副其實的總統套房 王佑增的金錢帝國 和數不完的風流情史 都令外界嘆為觀止 其實這個人這輩子 活了人家五輩子的風光 該玩的 該吃的 該花的 可是他前面 剛開始的時候也很苦 誰曉得說沒苦過 他原本剛開始的時候 王令台 王令父 王令一 王令靈他們這些 小的時候他們在家裡是 媽媽炒一盤青菜 灑一大把鹽下去 然後大家吃白飯 配青菜這樣子吃 長大的 後來是翁明昌 是翁大明的爸爸 跟他是好朋友 所以就買了鮮樂司舞廳 給王佑增來經營 經營 歐明昌也是很好女色 這樣子 所以他們兩個就走了 我們可不可以把好女色 改成風流 風流 比較風流 風流 因為翁家都風流 從爸爸到兒子 他兒子 每一個兒子都有好幾個老婆 然後有的時候 跟他們幾個老婆 在一起吃飯的時候 是一次 等一下我要回去了 我男朋友要回來 我老公要回來了 就是他們隨時打電話都要找不到人 而且要知道你在哪裡這種的 然後後來就是 但是歐明昌比較早走 因為好朋友 譬如說每人我跟你好朋友 你說我房子太多 這種登記在名下 或者是我哪一個產業 哪一個公司登記在你的名下 後來歐明昌就突然走掉 走掉就有些東西是在王佑增名下的 那王佑增就要還給人家的後代 沒有 他趁機把那個力霸跟嘉興麵粉 給接下來 他忘了還人家 他如果是我我也不會還 所以歐明當時 翁大明很年輕 只有27 28歲 所以其實就是王佑增也趁這個機會 把他順便接下來之後 就發生了現在相關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財產就是寧可被國家查稅 所以都不要寧放在人家那裡對不對 寧放會少 然後化劑會多 怕錢 怕不怕會怕 但是他的兒子女兒裡面 只有一個兒子 那時候 因為我年紀那時候比較小 我就覺得就是說 為什麼王寧甫是他爸爸 最不疼愛的一個人 然後跟他爸爸關係 是最不好的一個人 後來到出事的時候我才 因為王寧甫他的個性是 從小到大他爸爸叫他做什麼 只要違反法律或者是違反道德的話 這個人就是完全不理會的 不配合 完全不配合 所以他就是他爸爸裡面 最不喜歡的一個兒子 可是我告訴你 他八個子女裡面 就王寧甫全身而退 對 當他全身而退的時候 我才說原來 其他七個都判有罪 六個還要服刑 對 可是問題是 我覺得他的兒子都很棒 判有罪都沒有落跑 除了他自己跟金金 還有王寧甫的太太 明明他是早就去了美國 所以後來他發生事情 他可能叫他不要回來之類的 我想問一下靜萍 你說他追女明星這件事情 身為一個男孩子 你有什麼想法 他有想法沒看法 他也有看法 不能這樣講 是當然羨慕 因為像他這種level 我曾經聽過以前一個重量級的立委 聊過他 他吹女孩子當然很擴縮 他最有名的是 他曾經在那個時候 中華商營的股東會 股東說明會的時候 他跟底下的股東在對罵 股東就罵他說 你有錢 這個包養女明星沒有錢發鼓勵 然後王宥甫就大怒 氣得跟這個小股東 在台上台下互相對罵好幾分鐘 然後以前在每次 我們跑立法院的時候 他其實正常會真的是好的沒話講 藍綠通吃 等一下會講到 他追女明星常常會自詩說 他要追就要做最好的 勞斯萊斯 他常常用Loss Rights 勞斯萊斯頂級名車來比喻 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追女明星 就像是 女生是不是喜歡包包 女生愛買包包 這不可否認 比如說LV 還是什麼各種名牌的包包 追女明星 不是我們愛 這社會就這樣子 男人看表 他要最好的 女人看包 對 我要講的是邏姐 他是要用最好的 因為他自許為是一個名人 所以他要追女明星 他一定要追一個名女人 然後自己也是一個名的男人 名士 名的男人配名的女人 所以就像男人開車 一定要用最好的車子一樣 所以他認為追女明星 一定要用最好的車界的頂級 就是勞斯萊斯 才配得上他 而且像勞斯萊斯那種車 那種頂尖車種的這種頂級的女明星 他認為說 就好像勞斯萊斯 他本身有高貴的氣質 而且會保養 因為女生 尤其是女明星 通常會對自己 會比較愛惜自己的羽毛 會保養 不會這樣 出去外面就素顏嚇死人 所以他們會用這種標準來看 他當初追金金的時候 金金是跟他講說 你要追我 你要娶我做老婆 你才可以追我 你沒有要娶我做老婆的話 你連追都不要追我 走開 真的 那是不是這樣 佩文姐 其實金金是真的厲害 我想妹妹講得很對 你知道她嫁給王又貞以後 她媽媽教她 其實是她媽媽教她 金金的媽媽 對 她說你這個先生很風流 各種樣的交流 她說你把所有的財產 第一個弄到你自己名下 然後絕對不要離婚 她說弄到最後的話 她就光敢一個 她再跑也跑不到哪裡去 所以最後還是會回到你身邊 不過金金嫁給她以後 金金也是很努力 她幫她生了兩個兒子 她是真的親自帶著兩個兒子 教知道長大的 就算她兒子在嗚嗚的時候 在上大號的時候 金金還拿一本書 在旁邊讀給她聽 一個一個慢慢的這樣子教 然後自己也很上進去上學 然後去學很多東西 因為人家管理一個大企業 並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唱兩條歌唱得好 就可以管理大企業的 她是真的有去進修 然後去學 然後才來去管理企業 所以問一下佩芬姐 你有跟金金在一些團體一起共 妳知道嗎 應該從共同出席過對不對 她剛剛柔妹妹講的沒錯 她到後來還會有英文 真的還不錯你知道 那個時候聯合國有一些婦女社團 她就是其中泛太平洋 東南亞婦女協會的理事長 那很不錯 有一次國際的婦年的總會來了 然後他們就安排了 所有婦女團體的負責人 她就坐我旁邊 她就跟我說 因為大家都要互相介紹 她噹噹噹進來 穿得很漂亮 高高的漂亮 然後她就跟我說 待會兒我介紹的時候 我能不能說我自己是Banker Banker 銀行家 那我後來想說 你如果真的是管那個銀行 你當然可以說你是Banker 那就大家這樣輪流介紹 介紹到她的時候 她真的就理直氣壯 I'm a Banker 所有人都畫眼睛一亮 那外國那些婦女團體的負責人 就真的是 因為大部分的婦女團體 要不然就是她先生是Banker 要不然就是她先生是乖牛 Banker My husband is Broker Banker 對 你像馬可師夫人 她就是因為先生是總統 然後這樣介紹完 她是Banker 所以她在那個團體裡面 她後來就真的是理事長 那所有人都被她比下去 所以她還是滿強悍的 然後你說王又甄到後來 娶了她以後你看這社交圈 晶晶真的幫她很大的忙 帶得出去 周璇在那些達官險要中間 完全不失色 程度也已經有了 真的不錯 不過你們剛剛講說 麗霸的那個總統套房 我也有去過 我以為你哪裡沒去過 不是 因為那時候 我開了一個夜宴圖 是開了一個魚翅店 她常常在那邊宴請客人 所以她也很夠意思 我說王老闆 你都沒有辦法到我們這邊來吃飯 你都在你們那邊 所以我都沒有辦法賺到你的錢 可以可以 你把你的魚翅外匯到我們這邊來 我就說好啊好啊 然後那天她就外匯了 大概15份魚翅還是什麼 我就帶著廚師 然後把外匯送進去 然後我一推門 大家已經坐定了 都已經坐好 開始吃了 我一推門 然後有人說 她回頭一看 她可能看錯了 那天我可能打扮得有點像晶晶 所以她一回頭看以為是晶晶 當場一個 當場一個要專到桌子 坐自己下去 她真的很怕她 然後我說 我說王大哥你幹嘛幹嘛 他說 你嚇死我了 我以為我老婆來了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然後我就說 有這麼嚇 然後我一看 座上高棚滿座 其他人我不好意思講 有一個我敢講 就孫道純 然後孫道純一看到我那個臉色大便 不好意思 以前老四的沒關係 已經都過了就可以講了 大便你知道 我說 怎麼孫道純在這裡 那時候她跟妍寧在一起 然後我一次就打牌的時候 看妍寧帶了一套新型的鑽石耳環 鑽石項鍊跟戒指 我們好笑的 然後後來那天看 孫道純在旁邊坐一個女的 我說這女是誰 她們就跟我說香港的女朋友 我說真的 然後我就過去端譯一次一看 哇 嚇我一跳 怎麼鑽石的耳環 項鍊 戒指 同樣也一套戴在她手上 然後從此以後 孫道純說 教研研說 妳不要跟羅美來往 問一下葉莉 聽說王佑真的很黏晶晶 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BANKER晶晶 就是這個照片 其實我 這張其實晶晶挺體面的 她一直很體面 而且我個人認為她絕頂聰明 除了佩芬姐剛剛講說 她學英文什麼之外 事實上我覺得 她也滿給王佑這面子的 這還真是英雄不論出身 對不對 對 她非常非常給她面子 隨便舉個例子 比如說其實在外面吃飯 那有些企業家就會 就會跟老婆說 這個我們重要的場合 你們先迴避 去買東西幹嘛幹嘛的 或是根本就不帶老婆去 對 但晶晶不會 她就是跟晶晶 好像連體一樣 隨時隨地都黏在一起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個飯局 當然我不在現場 我是聽後來的一些 企業界的人士轉述 就說吃飯的時候 那就是王佑蓁 可能天氣太熱 沒吃那麼多 晶晶就怎麼樣 餵她吃 而且邊流汗 晶晶就真的幫王佑蓁邊擦汗 然後飯一口 然後幫她剝蝦子 剝水果 然後送到王佑蓁的嘴巴裡頭 大家表面上看好像覺得說 這個晶晶怎麼這麼沒有地位 但其實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她就是絕頂聰明 她知道在外面要給男人面子 更不要說王佑蓁 隨時隨地 她都會想到晶晶到底在哪裡 也是有一個故事 就有一次他們一起出去 她就一直在叫說 我的晶晶 因為晶晶不在她身邊 她就一直在找 後來其他企業界的人是說 王董 晶晶就在後面了 你沒看到 轉身 也不過才幾百公尺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她非常非常的黏晶晶 然後兩個人感情 其實跟其他的這個前三忙比賽 我就真的給她混亂了 對 這麼黏晶晶是吧 對 那她怎麼有空跟這些人 所以美玲姐我剛剛聽她這樣一講 我想起來以前 國民黨一個黨政黨 曾經虧那個王佑蓁說 你今天放風 因為她一個禮拜有一天 晶晶給她Happy Time 後來我們那時候聽不太懂 為什麼什麼叫放風 放風不是老裡面 會有一個時段 讓她出來呼吸新鮮空氣嗎 結果後來等她一走之後 那個黨政黨就跟我們開玩笑說 因為她一個禮拜 晶晶會給她放假一天 有一天Happy Time 晶晶不會去管她任何的事情 好像在台灣 後來到美國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剛剛聽完燕麗姐跟羅姐 我就講完之後 感覺她好像很怕晶晶 感覺又晶晶 又給她一天的自由 一個禮拜 這就是要收放 對不對 我現在來學撥蝦 不曉得來不來得及 有機會 有機會 我跟你講我超不會撥蝦 我一撥蝦那個蝦頭 汁就會噴得到處都是 而且肉都不見一半 我沒那麼差 而且我那時候20歲 剛出道的時候就拍戲 那拍戲上面 女主角一定都是大姐姐 都是很紅的大姐姐 然後有一天拍完戲 她就跟我們講說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大概 有五六個女生 是演她 就是演這個大姐姐的手下 大姐姐就跟我們講說 今天晚上 我可以請你們到我們家去吃飯 因為我們兩點鐘就收工 下午兩點鐘就收工了 說真的嗎 晚上我親自燒飯給你們吃 我們說這個姐姐好好 這個明星好棒 然後我們就一群女生 到她家去吃飯 然後都是女生 然後她在準備東西 突然之間就走來一個人 叮咚 叮咚打開來看 我們就給我介紹 王又貞先生 就我們一群女生 陪她一起吃飯 只有她一個男的 對 然後那天她就 那個大姐姐講說 是她的新居落成 然後所以在家裡請吃飯 後來我去 這是有個習慣 新居落成要有一些人氣 對 然後我後來就 那個要上 因為有點肚子不舒服 姐姐就說 你去我的房間上廁所 我上廁所出來的時候 剛剛好看到姐姐 在跟王又貞講話 王又貞拿了一張支票給她 然後念手年輕 不像現在眼睛不好 念眼睛很好 走過去看 我20歲的時候 我現在55歲 就是35年前的時候 那張支票是80萬 在中校東路 那時候多少價值 當年的80萬 現在當然是好幾倍 35年前 對 35年前 對 然後有一陣子 我在拍戲 給一個女年紀 這樣好了 就那時候一碗麵5塊 中校東路一瓶10萬 對 差不多 對 那時候真的是 中校東路一瓶10萬 然後有一次 我又在拍戲 那時候我年紀又大一點了 我那時候大概30出頭的時候 然後跟一個女朋友 一個女明星拍戲 拍戲 這個女孩子她是有男朋友的 有一天她就跟我借了一套衣服 我說妳要去幹嘛 她說我要去跟誰誰誰吃飯 我一聽王又貞 然後回來的時候 她就來按我的門 還衣服 還衣服 對 還衣服 但是她又拿了一樣東西給我 她說 這個東西我先放你這裡 我說幹嘛 我不能拿回家 我也不能存在我的銀行裡面 這樣我男朋友會發現 我就說 好吧 我拿來看 吃一頓飯40萬 中校東路一瓶 對 國愛行情 真的 那是有人才賺我4千 一級4千 我還沒領過 我怎麼吃那麼多飯 我白吃了 我兒子 我氣死了 我一看40萬 我說我告訴你男朋友去 當場心裡整個不平衡 當場說妳千萬不要講 我說我是豬 我是會講 我怎麼會講 我說好 我先把我 我先趕到我的戶頭裡面 然後換成現金 然後再給她 然後她說還不能搬回家 這中間總得扣一點水費吧 沒有 我傻 我傻A的妹妹 她敢花 她以前在早期追女明星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當紅 像剛羅傑講的 演拍電影 演電視 氣質女明星 幾乎都是她的這個 而且好多都清純玉女 都是她鎖定的目標 包括香港小姐 都曾經是她的這個目標 所以她出手是很擴挫的 甚至這個 有給人家空投支票 等一下 你告訴我一下 因為我們一輩子 也沒有吃過這種飯 40萬是要提供什麼服務 40萬 不需要吧 只要吃飯 只要吃飯 聊聊天 開心完 然後結束甜點完以後 就準備 吃水果的時候就準備要送支票 她其實 不要想 把她想得很高 很高招 她其實很勞梗 就是一開始都先透過 旁邊的人認識 然後約對方出來吃飯 就真的是吃飯 就以前老一輩那種方式 然後覺得 我好可憐 我都是人家打電話來 我就又衝得去了 我都沒有問有沒有講 合了胃口再進一步 看有沒有機會交往 甚至傳出包養等等之類的 然後後來還會給對方 一張空投支票 行情他們都會 讓對方填到七位數都沒關係 曾經有一個笑話 有一個女明星她不曉得 她就填了十幾萬 個十百千萬 十萬才六位數 有人都不客氣 填到七位數百萬以上 那個支票上面的金額你自己填 她填到六位數十幾萬而已 後來被大家知道的時候 還成為笑兵 填太少了吧 所以其實她都是這樣 她以前 後來到了後期 她晚年比較老的時候 還沒離開台灣之前 她的這個 一方面她的這個權跟錢 金金抓得比較近 然後再方面她後來老了 跟年輕的作風不一樣 還有包括她的這個經濟實力 她以前最常講的一句名言 形象算什麼 實力最重要 後來到老的時候 她慢慢出手 就不像年輕那麼擴挫 對 我也拿 不過我這輩子 我拿過一次空白支票 我拿來 我還不曉得怎麼填 就是我生日的時候 然後那個人說 我遲到了不好意思 沒有買禮物 她就拿一張空白支票給我 我就說 我這輩子第一次拿空白支票 余美人 要是你會填多少 我不知道 填個一千萬了 一千萬了 不敢填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怕我一扶一脫 她就叫我退錢 七日現場期 可是我那天 我們桌上是有十幾個人 我就說 你們告訴我這支票 要怎麼樣填才拿得到錢 如果填太多的話 也拿不到錢 結果那個給支票 人家問我說 你幾號生日 我說今天12號 對不對 他說那你就填12 我說那就填12萬 這樣子 我說 他說 我旁邊的女朋友跟他說 蘿姐你好笨 早知道你講30 這樣就可以填30 他說沒有 我朋友講說 沒有 你填12萬 我真的會付12萬 你如果填30的話 最後可能收到就是3萬 你懂我意思嗎 其實他們給支票的人都很近 近 有預算的 富豪追女朋友 他剛剛講老梗 其實也算是有禮貌 對不對 對 而且我覺得 蘿姐講得很對 現在的這些富豪 其實越來越輕了你知道嗎 沒有像以前那個年代 那麼好撈了 像我認識的一個 算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個 富豪等級排名 排到上前幾名的這一位 他就喜歡去享受這種 談戀愛的感覺 以前這種 扎錢扎到你頭暈 然後就被他扛走 那種狀況已經 再也不會發生了 因為他現在我們常常 就跟他在夜店的時候 就會跟他講說 等一下 多少錢 才會扎得暈 多少錢 不過據我所知道的是 曾經有一個富豪追一個女明星 就是他追妳的時候 然後他就跟妳講說 你怎麼住這個地方 敦化南路 就買了一斗 先用錢紮暈 然後這個女的在工作 他就說 這有什麼好拍的 我是第一女主角 第一女主角 她也拍不過林青霞 不用拍了 走了 去哪裡 去香港吃飯 吃晚餐 太過分了 來 對 沒錯 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常常在夜店裡面 他就問他說 最近又怎麼樣 有沒有認識新的女朋友 他說有 最近去日本出差 又交了一個 我說交第幾個 都算第七個 所以他這位 這個所謂的 我們講的大漢 他有七個老婆 但是問題是七個老婆裡面 他通通沒有給名分 重點來 他厲害的地方是 沒有一個人 他有真的結婚 而且還能夠在同一個屋簷下住 因為他現在最新的計畫是 在一個鬧區 蓋一個七棟 七層樓的一個大廈 每一層樓都是一家 所謂的一層一戶 有點像一龍一鳳的感覺 就是一層就是一個家 等一下 你不要害我們被告 一層一戶跟一龍一鳳 差什麼 一層一戶 一層一家 就是一層就是一個家庭 我節目剛剛開播 對 一層一個家庭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 應該有頭載有主 沒有 我說一層一個家庭 對 那個家庭基本上就是 你的這個所謂的太太 他所謂講的太太 也不是沒有任何的名分 但是有跟他的小孩 比如說一樓是大太太 二樓是二太太 三樓是太太太 重點是全部 像七層樓裡面 每一個人都能和平共處 而且每一個人都沒有名分 然後我們跟他講的時候說 某某棟 那你最近要不要再交一個 七個可能不夠吧 他說最近可能沒有辦法 再交第八個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建造只申請到七層樓 如果要八層的話 可能要頂樓加蓋 才能夠再住進去了 對 所以厲害的地方是 他們覺得說享受這種 談戀愛的感覺 他喜歡不紮錢 而且每一個人都能和平共處 這個絕對是他的人生 最成功 最成就的地方 不懂為什麼 剛才Paul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艷麗就一副很了的樣子 廣告之後我們來問問艷麗 好 情史先割一邊 先講一下政商關係對不對 這才是他真的崛起的重點對不對 人脈 藍綠通吃 阿扁出國幾次 11次 他就跟了7次 對不對 你看過去他在國民黨 以前他曾經在國民黨 當任過中常委超過15年 當過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的 理事長也掌握了23年 這個是他 王金平 這是他兒子 早期 王金平在 剛剛在立法院的時候 還有包括王劉成在內 還有以前那個蔡成陽 那時候蔡成陽不是發生那個 實性不良再進的事情嗎 他們有一個十三兄弟會 所以當時的政商關係 都是很綿密的 然後這個是剛剛講國民黨的 然後你看看 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 他很細心的 陳水扁去拜訪工商界的大佬 然後他很細心的彎下腰 蹲下身來 然後幫他調整座椅的舒適度 裴芬姐 這一張就是政治學 這一張絕對是政治學 哪裡輪得到他來幫阿扁挪椅子 他總統 商總理事長 不是 我說怎麼樣有旁邊的人 看他親自幫他挪椅子 輪得到他 可是他最風光的時候 也是最讓大家勾病 也讓阿扁最不爽的時候 是在2002年的時候 剛剛不是說阿扁出訪11次 他就跟了7次嗎 他當時跟阿扁到了非洲的 塞內加爾友邦去訪問的時候 到了一個奴隸島 那個地方去採訪 然後當時他就興致一來 他就把抓起口袋裡面的大把 鈔票美金開始撒 當小費 我有沒有看錯 這張是50塊 就撒美金 50塊 對啊 全部還有100的 各種面額的美金都有 他就這樣一直撒 50 100 美金被風吹吹吹 飄到旁邊的碼頭 碼頭的港口 那個是掉到水裡面 很多的小孩子還跳下去撿 他還開心的哈哈大笑 就是很樂不可知 所以當然這個畫面 因為當時我們隨行的記者 他是不是因為習慣在酒店撒錢 到哪都習慣這個工作 其實他的大方 我覺得他懂得錢能使鬼推磨 金錢萬能 這是他的邏輯你知道 他常常比如說 該給的時候他絕對給 而且是慶平剛剛那個秀出來 視食物者為俊傑 你知道他有一次 那個時候就是他在做中常委的時候 徐水德當秘書長 我常常在那邊竄門子 有一次我正在那邊喝咖啡在辦公室 在那個辦公室 他來了 他一看到我他就很高興 他就說你去勸一勸那個高裕仁 他說那個高裕仁 因為後來因為 你記不記得1993年高裕仁當選立法委員 你都會打電話叫他回來選立法院長 但是就放任他們去搞 結果宋楚瑜就把劉松帆跟王金平弄上去 高裕仁跟關中就泡湯了 第二次就是選中常委也是這樣 高裕仁就在電視上說 今年才過了八個月 他就騙了我兩次 後來就跟李登輝就不愉快 王又貞看到我就跟我說 他說你去勸勸他 人要視食物者為俊傑 人家今天是總統 你就跟他低聲下氣一點 然後這樣子才能有官做 所以他就這種人 要錢給錢 要低頭就低頭 所以他去幫他料理那個是很正常 這個佩芬姐 你內幕既然要講 你就講給他完整 高裕仁跟王又貞 還有其他內幕 很敏感 對不對 那一段事情你得講 我跟你講佩芬姐講到過去的黨政關係 她可是一把招 一把招 你不要講別的 我抱你的料一下 多少黨國大佬追過她的 你說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為了這個節目 連對岸的國台辦都看到 真的 咱佩芬姐 減盡含之不肯欺 對不對 OK 堅持做自己 堅持做自己 我覺得他是真的能幹 你講一點高裕仁跟王又貞的故事 再講一點 他真的很難 1996年 不是 更早之前 那個招待所 然後傳聞 先樂師的時候 先樂師的時候 武廳 你到底要他講哪一條 太多條了 有一條我想每人講的那個 大概就是姓王的那個 是不是那個王某人的 他好像聽說是他在牽線 不能講那個難聽的 牽線 然後就害那個人從此 官場上就很難發展 因為只要有傳聞說他要更上城樓 這個新聞就會出來 所以我覺得王又貞 王又貞就是認為說 如果你撒下錢去撒得夠的話 就沒有這種問題 可能就是高某人 大概沒有去丟錢下去 才會惹出這種麻煩來 我想就是說 男人追女朋友很容易 我再講一個就是高雄猜傳大王 他的大方 他只要追過的女生 要多少給多少 你剛剛講1980年代 他給3000萬 1980年代3000萬 那時候猜傳多好做 3000萬猜傳大王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 猜傳大王不是姓王嗎 你還記不記得那個時候 中美斷交 蔣經國就勸大家捐錢 現機報國 他捐了3000萬 王永青他們才捐了大概500萬 然後那個給3000萬 那個女演員 女藝人 結果拿1000萬 買了一套祖母綠的 飾品 另外1000萬 在陽明山買了一棟別墅 另外1000萬存在銀行 夠大方吧 3000萬 問一下燕麗 他做過幾個理事長 超多的 因為他其實覺得人脈經營 人脈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像近平剛剛講他說 反正實力 其實是比你的學歷還要重要 所以他在全盛時期 他自己當過的相關的 一個協會的理事跟理事長 全盛時期最多的時候 一度是高達17個 他這樣的一個經營哲學 他也傳遞給他的一個 兒子跟女兒 所以他們全家 全盛時期 當過理事跟理事長的協會 頭銜家才是多達30幾個 可見他多麼喜歡經營 這個政商關係 大家其實可以看一下這個照片 就像剛剛近平講的 其實王用貞在很多的公開場合 他都自己說 他說他自己是一個生男 然後他是國民黨的信徒 但其實我們外界的人來看 就覺得他既不是國民黨的信徒 也不是民進黨的信徒 意思就是說 也是藍的 一千塊也是藍的 也是 他是最早的新黨 對 沒錯 他是最早的新黨 新台幣那一黨 對 更不要說 像剛剛幾位來賓提到說 他的立霸飯店 他的舞梯 還有總統套房 其實大概一個禮拜裡頭 大概有五天 王用貞都會在那邊出現 他會去招待一些媒體人士 民意代表 政治人物 舉凡 他覺得對方很重要 他就會臨時通知這個餐廳說 今天不要營業了 我們這個場子就是要招待貴賓 然後就現場演奏 然後大家就跳舞會吃得非常非常開心 另外其實我覺得他對媒體 非常非常的用心 因為當年我也是主跑銀行業 我覺得 因為他旗下有個中華銀行 中華銀行坦白說 所以我覺得也是他一個洗錢的工具 那當年 不好意思 這一段千萬不要告我 那其實當年他對媒體 不要這樣講 OK 中華銀行也曾經是他的 資金調度的中心 對 也是他資金調度的中心 不是洗錢中心 好 那時候 因為我也主跑銀行 他為了就是說 讓媒體界對整個立霸集團 有更好的一個正面形象的報導 舉凡他知道 你今天有房貸的需求 比如說我今天買房子 他就非常非常關心你 甚至會說 柔軟姐 買房子 那個利率 你會不會覺得很吃緊 壓力很大 2點多 0% 什麼 利率0% 不用利息 不幹了 我發誓我講的是真的 所以其實有幾個媒體 不用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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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氣管當然是自己要出 葉莉 我們認識這麼久 為什麼當初我那麼辛苦 你都沒有告訴我 因為那是對媒體 對不對 你也是媒體 你也是媒體人 沒有 我跟你講 沒有沾到的很多 你說我們真的有沾到 都沒沾到 對啊 我也沒沾到 其實剛剛他講立霸放電 讓我想到 以前有部港片 呂良緯演的那個博號 不是跟很多探長 就分局長在家裡面開會 就是說香港最重要的警探分享 都在我家開會 國民黨這個以前配分解 應該很清楚 要開全國黨代表大會 不是隔天都會在 國父紀念館會在哪裡 大大拜 甚至大拜拜 所有的海內外 台灣各地的黨代表 或者是南部上來的 對 中央委員要來台北開會 你一定要有落腳的地方 你隔天一大早8點報到 你不是開夜車或通宵 你一定是前一天就來了 幾乎都住立霸飯店 然後所有的黨代表和中央委員 都會到立霸飯店住宿之外 還會先跟王佑甄吃飯 然後所以後來 住宿不要錢 你覺得隔天要選中常委 隔天要選中常委 要去投票 你前一天先住他那邊要吃飯 你說要不要錢 然後他也是很自豪的 在還沒有開國民黨正式的 全國黨代表大會之前 他會講說 所有的幾乎黨代表 不敢說全部 大部分的黨代表跟中央委 全部都來跟我開會 所以就有人 不只說犧牲他是中常委 甚至有點開玩笑說 地下黨主席 其實他的立霸飯店 你看他的規模並不算很大 他為什麼會做成飯店 其實就是他的招待數 問一下Paul 真的很多富豪要藍綠豆押嗎 對 我遇到的幾乎都是兩邊押 因為商人無國界 基本上 而且他們還會看民調押 比如說這一桌的話 如果是他民調在50%的話 100桌裡面會認50桌 如果那邊比較不好的話 可能會認40桌 但最近我就遇到一個 押錯保的一個案例 就是那個時候前幾天我才跟他們公司 這個從事土地開發公司的 發言人吃過飯 他說你平常不是 你們有一個連開案 做得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之前都要跑這些 所謂的媒體公關 到處去喝嗎 今天怎麼那麼閒 會閒到跟我吃飯 他說沒有就押錯保 我說怎麼押錯保 押錯保 對 沒錯 因為押錯保 所以整個連開案 整個被喊暫停 而且還要重新去檢討 本來已經到最後一關插兩個 他說插兩個印章 就全部過了 結果沒想到因為押錯保 所以整個人都Hold住暫停 我說那你押什麼保 他就不就是連跟豬嗎 一開始先連 然後第二段又押豬 因為他們的老闆是非常非常 就跟剛才那個王先生一樣 是非常非常深藍的 所以他覺得說押連錯 那押豬一定不會錯 結果沒想到一押錯了以後 整個大概 他們在新北市 大概有幾千坪 三四千坪的土地 然後整個這個金額 大概二十幾億的案子 本來到最後兩個章就過了 現在全部都喊暫停 然後所有的資金都卡在那裡 而且基本上他們說 他們的這個老闆的這個資金 壓在那邊的 光壓在那邊的資金 就大概 土地成本就大概幾百億左右 然後完全沒辦法分身 那我說那怎麼辦 他說接下來能怎麼辦 除非等四年後 四年後換黨執政後 看看這個連開案 還有沒有可能再繼續發展 我說等一下四百萬 這個利息有多少錢 多可怕 他如果在新北市應該還可以 新北市還是懶的 沒有問題是這個案子 跟中央也有關係 是要有一搏一下 像王宥貞他辦公室旁邊 是連戰連芳語跟他合照 另外一邊就是他跟陳水扁 無所謂的 藍綠兩大政治權利的領袖 他都同時平衡一下 所以其實就是 還是很佩服有些企業 就是不靠政治靠自己 對不對 剛剛開始會很辛苦 可是感覺比較長久 休息一下 待會兒 你說要追女朋友 也要有一些不同的帳戶對不對 對 尤其自己有這麼多老婆 而且還有一個這麼黏的 在眼皮子底下還可以追女朋友 我真的很佩服他 他有多少金庫 對 其實他在國內 在台灣有一個金庫 而且這個金庫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王永珍他掏空整個 立霸集團是高達700多億 這700多億當中 他有56億挪為自己之用 當然挪為自己之用之後 他那個私密的帳本裡頭 檢調一查發現 真的是洋洋灑灑 嚇死人 裡頭有包女人的相關的費用 然後跟 有這個欄目 有 他就寫 匯給某某女明星多少錢 然後有哪些相關人士 然後檢調就發現 他對女人的等級 分為三個等級 第一個等級就是 指授名表 第二個等級是名表加車子 一定是雙B名車 第三個等級是最高檔 名表雙B名車加房子 所以女明星們 可以自己回去 稱稱你是屬於哪一個等級 好 那當然除了包養 除了包養女人的費用之外 檢調還發現 他這56億裡頭 他會給了立委 大概有12名立委 還有50名法官 一些相關的一個費用 更妙的是 美菸姐給你報告 更妙的是 他居然還會給 妙天法師 就妙天禪師 高達6千萬元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你會給這12位立委 50個法官 你是要買通他們 不是 這50個法官沒事嗎 到目前為止都沒事 因為其實檢調有在調查 那50個法官就有一一解釋 包括這12個立委 通通都有解釋 他們就說 政治獻金 一方面政治獻金 另外一個部分 他們就有解釋說 因為當初王佑貞都跟我們宣稱 他們的亞太固網 多好 多好 我們每個人都去買 結果慘套 王佑貞覺得很對不起我們 所以才把相關的一個股條 給他買回來 因為事實上 很多人是買在100塊 200多塊 那到底情況如何 因為反正王佑貞也死了 現在是死無對證的一個情況 法官 對 50名法官 都沒事 都沒事 而且其中有幾個法官赫赫有名 應該是借貸 也許 不要亂講話 俗話說得好 衙門八字開 有禮無錢你莫進來 對不對 顧網股條你買多少 三張而已 那你買的價位是 100塊 200嗎 那我很好奇 他逃到美國這麼多年也是 還做Audi A8 對 他在美國其實還過得很刺得開 比如說他的兒子王立新 那個名下就有煽動房地產 這幾天 我們國內的這個報紙 也有追到美國去 算他的這個房子的資產價值 好 除了這個房地產之外 他老婆金晶 其實還有一個這個 在美國安利銀行 他老婆這個持有八成 百分之八十的股權 所以你想想看 以這個銀行業表現 最不好的這個投報率 這個百分之1.5好不好 1.5%算最低最差的 你想想看他有那個 估計安利銀行 他八成的股錢 有四千多萬元美金 四千多萬美金 也就是說 折合台幣12億13億元 那每年光是為這個 王又真跟他老婆金晶 如果王又真沒走的話 以為他們兩夫妻 每一年的這個光是這個利息 就有三百萬元美金 也就是 台幣就九千多萬 一年一億元讓你在美國 你又有房子 你兒子也有房子 那你覺得好不好用 所以他當然可以用 可以開奧迪A8 是我們搞不好開更好的 其實也不好用 因為一年要花到三百萬 也得費費腦筋 不好花 不好花 而且年紀大了對不對 不嫖不賭 你怎麼花得完 我也很難花的 我也是一個大富豪 那時候他跟他的就是 當然在這個女子 有幫他生小孩 他們分手的時候 然後我就說 你到底給他多少 我給他多了 我說你到底給了多少 因為有一次 我看他在跟我們 在桌上 我們在打牌的時候 他說我每年的利息 可以領多少錢 然後我說那個利息 聽起來都已經很盡量 對啊 我總共給他快兩百億 這價錢 所以你看 兩百億 結果這兩百億 這兩億我都沒有了 太可怕 對啊 沒一點想丟筆 所以你想快 你又不想看了嗎 每一段都不想看一次 快兩百億是可以領多少利息 1.5% 對啊 那時候這個女的 就一直在跟我算 我這個利息 到底是多少錢 我這就要準備要蓋什麼 我說哪點來花花吧 你打牌還打那麼摳 真的很為難 要花掉這麼多錢 對不對 不過我們 因為今天在現場是 很多她的情史八卦 她的金庫對不對 可是我們都很好奇 就是說 她跟這些女明星當中的 這些金錢的往來 就以揭露的事實來看 我覺得也還好 還好 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必須要 我看過很多這些 所謂的大富豪或大明星 其實他們養小三的目的 除了就是 有點戀愛的情史以外 還可以把他們個人 每個人當成一個 行動小金庫 人肉小金庫 所以我們剛剛之前講的 說很多這些大老闆們逃稅 可能OBU很流行 在這個BBI 或開曼群島開個 現在OBU已經不太流行 現在流行OBW 叫做Overborder的Wife 所以OBU就是境外的老婆 所以很多這些 我們內地的一些朋友 喜歡來我們這邊 交一些台灣的女生 其實有某種程度 我後來才知道 某種程度有一個 有一個比較好優點 就是說他可以把錢 放到這邊的時候 那邊查不到 那相當地講台灣的 如果一些富豪們 所以我們很流行 是澳門的女生 所以現在你看到很多 澳門的這些 在這個賭場裡面 就有很多女生 他是專職做這種 所謂OBW的 所謂OBW就是說 我跟你交往 交往的時候 我順便當你的小金庫 你來的時候 就來的時候 就匯了一大筆錢來澳門 然後先換了可能幾千萬的籌碼 在一個晚上就輸掉 輸給這個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講的是代馬仔 代馬仔這種女生 女生輸完以後 他扣一個所謂的水費 跟大概平均 大概一般手續費 大概5%到10%左右以後 5000萬扣下來 比如說還有4000萬 或4500萬 接下來這邊 就存在你的個人小金庫 就留在澳門了 澳門這邊基本上 你留在這邊以後 基本上一次兩次 一個月一個月 所以你看很多大老闆去的時候 第一個順便匯他的澳門小情人 第二個順便去存一下 存一下定存 就有點像是說 這個定期定額 然後把這些輸的錢 全部流到這個 所謂的澳門小三那邊 這樣一年兩年下來後 基本上 你每個小三這邊 都有好幾億可以花 到時候這邊被清查 被這個所謂的凍結的時候 這邊每個外面 都有好幾億可以花的 所以可是我告訴你 這種財 你還不一定得得到 你不要以為你可以把它A走 你A走之後 搞不好你就是命上皇權 對 人家把錢放你這裡 一定有準備的 對不對 你除非只能祷告一件事情 他心肌梗塞 好 休息一下待會兒回來 有一種話叫 站著說話不嫌腰疼 就是對我們這個散佳人說 你不知道有錢 也是有錢人的煩惱 拜託我們給他煩惱一下 給我煩惱一下 給我煩惱一下 拜託一下 好 有錢人怎麼洗錢 對 其實跟大家講一個 真實的案例 到現在還沒有破案的 2003年發生的 呂律 律師事務所有個專員 沒記住了嗎 劉韋傑 他真的很厲害 他把他公司旗下客戶 新地公司 他所擁有的聯電的股票 把它賣掉 賣掉之後獲利是高達30億元 30億元 它其實存在 他的人頭的一個戶頭 但問題是這個人頭戶頭 你錢 你不可能全部變現 你帶不出去 34億很重 好幾箱 所以他就想辦法把這30億 去變 他就去用那個30億 去買了好多好多的一個鑽石 而且這個鑽石聽說是 上等的一顆拉的彩鑽 我想這個邏輯一定很清楚 這個鑽石在背後 他最後有一部最成功 給他的男朋友了 他的男朋友是個gay 總之這件事情 他是男的 他男朋友肯定要是gay的 對 這件事情到現在都還沒有破案 最妙的是他爸爸 當年也是一個經濟犯 他爸爸是合庫的一個行員 當年也超代的是高達1.2億元 也沒有破案 到現在劉偉傑先生 人在何方 有各種說法 有人說他已經變性成功了 有人說他整形了 他現在是一個道道弟弟的女人 所以根本完全找不到 他爸爸就騙 就掏了1... 掏空合作金庫1.2 1.3億 然後他是把人家律師事務所搞垮了 沒有 女性現在活得很好 搞掉30億 對 他算不入家門 沒有侮辱他的這個門風 一賣傳承 一賣傳承 而且他對他男朋友還不錯 他走的時候真的留了很多 給那個人 我記得好像是2 3百萬 他的男朋友在偵訊人頭 不只 那可能金額更多 對 你們會羨慕王宥貞的一生嗎 這種一生活一生就夠了 一生是我們五生的量 對不對 在美國還可以住那麼千坪豪災 那個跟莊園一樣 哪有人跑路像他這樣 我們竟然有人還羨慕這種死法 Wescovina 而且最主要是那個死法 一下子就再見 完全沒有人 駿色 你很明瞭 不然 你怎麼看